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 在金管局網誌上寫了一篇文章 嘲諷他口中所謂的專家和跟風的炒家 拋售港元去兌換美元 最終就會選手離場 實情這篇文章都非常偏頗 你如何判斷得到現在去銀行排隊 去找換店排隊 兌換美元拋售港元那班的人 全部都是你口中所謂的專家和跟風的炒家 有很多根本就是一般普通的市民 完全沒有牽涉到任何投機炒賣的成份 純粹出現了信心危機 所以才要拋售港元買入美金 你猜市民真的有空嗎 要去到處排隊 故此這個金管局總裁在寫文章的時候 根本就是充滿著一種偏頗的態度 他說市民會選手離場去兌美金 實情港元對美金的匯率永遠都會在7.75至7.85之間浮動 相差最大都是0.1 所以蝕極還是有個限度 0.1的差價其實就是大概1.3% 比如說有個市民要兌換10萬元美金 他就要拿最多是78.5萬元出來 如果不算手續費的話 好了 你說他選手離場最多都是跌到77.5萬元 蝕極都是一筆東西 這一筆東西他就當破財黨災 他就當買信心值回來 什麼都值得 你特區政府都答應了每個市民會派一筆東西 老實說 如果有這麼閒錢的香港人 一筆東西對於那些人來說 算是什麼才行 你說那些人選手離場 人家都不是用來短炒的 人家是用來長擺的 那有什麼那麼選不選手 這些完全就是荒誕的說法 你諷刺市民是什麼 當然在他口中他就說那些所謂的專家和跟風的炒家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炒家 現在去兌美元那些 但是我相信絕大部分那些市民 都是對香港的前途和對港幣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他才會去買美金 這個無非就是一個自保的方法 和分散風險的方法 你就不能夠嘲諷別人說 怎樣是選手離場 或者是投機炒賣 絕對不是這一回事 大家又可以看一下一個數字 就是由新加坡金管局公佈的數據 新加坡本地銀行的外幣存款 在今年四月幾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倍 去到270億波子 接近1500億港幣 非本地居民的存款急增了4乘4 去到620億波子 即是大概3420億港幣 創了1991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到底急增的4乘4存款 大概是來自哪個地方呢 有些分析相信 不少都是來自香港的開設離岸戶口 這個我又覺得絕對不出奇 因為大家都還在說 要去花旗銀行或者聲展銀行 排隊說要開離岸戶口 有些又說要去兌換美金 基本上無論你特區政府那班高級官員 怎樣走出來起勢維穩 怎樣走出來說服市民也好 那些市民一於小理 市民的行動就最實際了 最能夠反映到真實的民意 把口喊愛國也沒用 錢的動向就是最真實的 在這篇金管局總裁的文章當中 他基本上都是陳康濫調的 首先他重新說這個聯繫匯率制度 是不會被單方面取消的 因為1983年10月的時候 香港已經推行聯繫制度 比起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更加早 所以聯繫制度就不是香港政策法 給予的特殊待遇 是不會取消得到的 但是鍾國斌他也說過 他沒有辦法取消聯繫制度 但是他可以不幫你做這個美元結算 讓你兌換不到美元 當然這個金管局總裁 他也有回應到這一方面 是懷疑的 他怎麼說呢 其實基本上是買重駐 美國是不會做到這一步 他怎麼說呢 他的解釋就是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更加是全球第三大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心 他就說 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的舉措 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 帶來極大的震盪 更加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 對使用美元 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 因此發生這種極端情況的可能性 有多大 大家就應該心中有數 什麼叫做心中有數呢 即是說有還是沒有這個機會呢 你就不能夠在這裡說這番說話蒙運過關 因為日本的財政大臣麻生太郎 今天就跑出來放風了 他就不是說關於美元結算的問題 而是說SWIFT Code的問題 他就說到了 如果美國真的停止香港使用SWIFT Code的金融交易系統 就將會產生極大的衝擊 並且會影響香港的資金流動 當然如果你是問我的話 我也不相信美國會在一時三刻就做到這一步 因為美國本身在香港也有這麼多的金融機構 他要走也需要時間 比如說他這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要拍賣這個下宿舍的地皮 他也需要時間來走資 我不相信他在短時間之內會做到這一步的金融制裁 但是不是代表這個核選項他永遠不會使用呢 就不是 連日本的財相都說這番話 即是證明得到 這個核選項是有機會最終被動用到的 只不過在這一刻還未使用 日本的官員基本上都是非常保守 和穩重的 胡說就不是日本官員的風格 其他國家就不知道 日本一定不會 所以麻生太郎說得出這番話的時候 美國肯定已經列入了其中一個金融制裁的選項之一 基本上金管局總裁這篇文章是沒有回應到這些疑慮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天他走出來說話的時候透露過 說在去年跟中國人民銀行 訂立了港元和美元的互換協議 有需要的時候 中央就可以支持聯繫匯率制度 這當然是非常之不尋常 雖然中國號稱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在這三萬億美元當中 到底組成的結構是怎樣呢 是非常之神秘的 外界是一無所知的 好了 現在陳茂波就說 簽訂了這個互換協議 中央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支持聯繫匯率制度 但根據某些分析員所說 就說中國目前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 只不過只有兩三千億美元 其他那些是拆住了 好了 姑且當這個說法是對也好 喂 到底中央會不會真的支持你 香港這個聯繫匯率制度 請問 在98年的時候 香港的聯繫制度就受到衝擊了 當時 到底中國有沒有支援過呢 當時是沒有的 現在你說中國會支援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陳茂波說到這個港元和美元的 互換協議的時候 就說到不清不楚 究竟是否中國和香港雙方都可以相向互換 即是說 香港又可以拿港幣來兌大陸的美金 又可以拿香港的美金兌換大陸的港幣 喂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很嚴重的 喂 大陸呢 現在的人民幣就不是自由兌換的嘛 那麼 它要換成美金 就需要有兩個程序的 就是先將人民幣兌成港幣 再將港幣兌成美金 喂 當大陸將人民幣兌成港幣的時候 它是否可以通過這個互換協議 將兌換回來的港幣 又兌換香港的美金呢 可以不可以呢 喂 如果可以的話就很大劑 喂 陳茂波司長是否有一個責任出來 向市民解釋清楚多些 究竟你這個所謂的互換協議 到底是甚麼的一回事呢 又不能夠使得大部分的市民都蒙在鼓裡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市民是應該獲得知情 你特區政府就不應該收收賣賣 而是應該將整件事件和盤托出才對 我就找過很多篇報導 都找不到你香港和中國人民銀行 簽訂港元和美元的互換協議的詳細內容是怎樣 究竟是否相向互換 特區政府是需要交代 另外 這個金管局總裁說 發生極端的情況可能性有多大 大家就應該心中有數 這些就不是屬於科學的論證 純粹是出於個人的推斷 甚至乎只是益測 在目前這個中美新冷戰的格局當中 中美兩個大國運作的軌跡 你怎能以一個理性的下角度去推斷 我想就算在半年之前 都未必有那麼多香港人真的會相信 美國會檢視完香港政策法 下那個年度報告之後 真的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位 現在別人不是一樣做到嗎 你憑什麼去判斷得到 美國真的不會去執行金融方面的核選項 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只不過是推敲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